要不是有监控记录 我是万万不敢相信 眼前这位大哥正听着教程处理肌肉 妻子却走过去把教程关了 换上了自己的瑜伽教程 万万没想到的是 两个教程的衔接竟然非常丝滑 老哥听到教程说要给鸡做扩胸运动 心想应该是处理肌肉纤维 让肌肉变得更嫩滑 于是听话地给鸡做了四次扩胸运动 然而教程的第二步变得离谱起来 第二步 大师火力的肌肉 伸手创碰天花板 大哥感到非常疑惑 为什么做的肌肉还要给鸡拉伸 但是一想到这是美食专家教程 做法肯定与众不同 只好乖乖地举起肌肉 一遍遍地给鸡肉做着拉伸 此时屋外的妻子也在照着瑜伽教程 做伸展运动 不知不觉中 两人竟形成了完美配合 然而更离谱的第三步来了 第三步开始回复运动 抬起腿腿 大哥直接无语注了 头一回听说顿鸡还要给鸡做腿部运动 大哥试探着把鸡腿抬了起来 向左边转三圈 然后又把右边鸡腿抬起来 向右转了三圈 最后教程中传来用手拍打鸡肉的提示 先是拍打手臂 再是拍打腿部 大哥一脸猛地拍打着鸡肉 竟然听到屋外也传来拍打的声音 大哥终于忍不住走出 这才知道鸡肉教程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媳妇换成瑜伽教程了 要不是有监控录像 打死我也不信 眼前的快递小哥上门送快递 由于业主打电话没空招呼小哥 就朝着小哥挥了下手表示放屋里就行 没想到小哥会错了 抱着快递一下就撞到了业主家的鞋柜上 业主听到响声连忙出来查看情况 却看到小哥直愣愣地打开了鞋柜门 随后小哥放下快递 又发现鞋柜旁有一道墙放 愣了几秒后 小哥竟抱着快递试图从墙缝中挤过去 看到这一幕的业主人都傻了 一时间竟不自觉地放下了通话中的手机 然而这还没完 小哥人过去了 快递却没过去 于是他又从墙的这边绕了一圈回去 把快递从墙缝中拖了过去 当小哥再次艰难地从墙缝中挤过去 业主无语地摆了摆手 示意小哥将快递放屋里就行 而小哥也认真地将快递放好位置 当着业主的面离开了屋子 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没想到才过几秒小哥又敲响了房门 业主开门后才知道 原来是小哥戴的帽子往墙缝里 只见小哥熟练地走进墙缝 把帽子戴在头上固定好 然后一使劲 戴着帽子穿过了墙缝 看到这一幕后业主完全猛了 心想小哥要不要到五八堂城上换份新工作 而此时小哥还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看到业主吃惊的样子 还以为业主打电话听到了什么惊人的消息 要不是有监控记录 我是万万不敢相信 小伙来店里修手机 刚进来就感到肚子里出现一股暖衣 于是问老板店里有没有厕所 老板说店里没有厕所 要方便的话可以去附近300米的一个公厕 小伙觉得太麻烦 就让老板赶紧修 修好了再去 没想到话刚说完 小伙就感觉肚子的暖衣转移到了大肠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阵脚步 小伙用力的加紧了双腿 想要把这股暖衣编回去 可俗话说编尿可行千里 编息寸步难行 小伙越是用力暖衣越是浓烈 竟然隐隐有要突破天门的感觉 小伙感到有点慌 于是一边用手捂着步 一边用手阻住天门 想要两路出兵歼灭敌人 万万没想到的是 小伙这一操作反而刺激敌人 加快了进攻 随着库内传来一阵温热 蟹黄大军突破天门喷涌而出 顺着小伙的铺腿留了一地 小伙回头看着自己的杰作 茫然的四处张望 尴尬的想要找个地缝钻进去 可惜地缝里也是蟹黄 这时修手机的老板也闻到了一闻 一开始他以为是手机坏了 于是闻了闻手机 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直到老板看到小伙手足无措的样子 站起身来看向小伙 这才发现地上多了一地蟹黄 老板瞬间头都炸了 一边干呕一边向店外走去 这个破店他是一分钟也不想呆了 而小伙还在尴尬的原地乱转 蟹黄不仅没有被他稀释 反而均匀地抹在了更大的地方 两个人一个比一个头大 只能一起拿起扫把清理起地面 这也算是21世纪的莫逆之交吧 要不是有监控记录 我是万万不敢相信 卧龙在路上推车 路过的凤厨看驾驶是没人 以为车子溜车了 于是赶紧跑到车前用手挡住 卧龙见车子推不动 想到可能是前轮被石头卡住 于是来到车前查看 而凤厨以为车子出故障 也跑到车后进行调查 由于车子比人高 两人谁也没发现谁 就这样绕着车子走了半圈 随后卧龙回到车尾继续推车 随着车子向前移动 凤厨以为车子再次溜车 又马上跑到了车前 用正义的双手挡住了车子 这下卧龙坐不住了 以为车子出什么故障了 就到车的左侧查看情况 两人一左一右 再次完美地避开了对方的视线 就这样卧龙回到车尾 准备再次推车 凤厨眼急手快 一个箭步冲到了车前 第三次阻止了车子溜车 此时卧龙脑袋都要炸了 这怕不是遇到什么脏东西了 看来明天要到58同城上换个新工作了 而凤厨也十分猛逼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无人驾驶汽车吗 直到多次交锋之后 两人一同从车子的右侧走过 还终于发现了对方的存在 要不是有监控记录 我是万万不敢相信 一名女子深夜来到足疗店 一间一间终于找到了男友所在的包厢 女子正准备进去抓包 却想到要是直接进去男友肯定不认账 于是站在门口停了下来 脑袋开始告诉运转 想着怎么样给男友一个教训 刚好这时给男友服务的按摩师准备进去 女子灵机一动 迅速拦住了按摩师 趴在他耳边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此时女子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则 只要按摩师配合 一定可以抓男朋友一个现行 几分钟后 只见女子换上按摩师的服装走进了男友包厢 随着女子一套标准流程走下来 男友竟然没有丝毫察觉 这时女子开始和男友搭讪 问男友有没有女朋友 男友回答说自己有女朋友 但是在家里压力太大 于是来这里按摩一下 生活中很多朋友也有这样的烦恼 想要陪女朋友却有心无力 那到底有什么方法呢 例如他达拉菲口容膜 爱人之间更加亲密 女友听到男友的回答后 知道自己的计划已经得逞 于是一把拉下口罩 将手里的毛巾扔向了男友 而男友一看是女朋友 吓得直接从椅子上跳了下去 要不是有监控 打死我也不行 小姐姐买了个西瓜 正准备放电动车上时 装西瓜的袋子破了 西瓜直接掉到地上摔成了两袋 小姐姐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 急急忙忙地去捡西瓜 没想到手里的手机又掉了 还刚好掉到西瓜上面 小姐姐怕手机进水 赶紧捡起手机用力地甩起来 甩了几下后 发现手机没办法开机了 只能更加用力地甩 结果手机上的西瓜汁太滑了 小姐姐一时没把握好力度 竟然把手机甩飞了出去 这下真是倒霉他妈给倒霉开门 倒霉到家了 小姐姐生气地看着西瓜 心想都是你惹的货 然后一脚踢过去 想要踢碎西瓜 然而等小姐姐的脚趾痛到西瓜的一瞬间 她才想起来自己穿的凉鞋 这一下小姐姐的脚趾都踢肿了 痛得她捂住脚趾跳了起来 这下小姐姐更加恼火了 抬起脚一脚踩碎了西瓜 终结了这个罪魁祸首 然后开着电动车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没想到五分钟后 小姐姐又骑着电动车回到了现场 本来以为她是回来清理西瓜的 没想到小姐姐见左右无人 竟然抱起踩碎的西瓜砍了起来 估计小姐姐现在心里想的是 为了这块西瓜摔坏了手机 踢伤了脚趾 可不能这么轻易放过它 要不是有监控记录 我是万万不敢相信 眼前的小伙一边玩手机一边乘坐电梯 眼看电梯已经来到了小伙按的一楼 电梯门却迟迟没有打开 小伙抬头看了一眼电梯 确认了这就是一楼 又等了一回 可电梯还是没有一点动静 于是小伙开始按开门键 心想电梯可能是坏了 可是按了几次后 电梯门还是没有打开 这时小伙开始有点慌了 他强压住心里的害怕 先是礼貌性地敲了敲门 问外面有没有人在 不过电梯外面并没有人理会 小伙也不装了 收起了手机开始暴力开门 一边用力地掰着门锋 一边大喊有人吗 快来救救我 可电梯门完全是纹丝不动 门外也没有任何回应 这下小伙彻底绷不住 随着各种电梯商人按键 在脑海第一闪过 小伙吓得一边狂按开门按据 一边用尽浑身力气掰电梯门 却始终叫天天不音 叫地地不灵 用完全身力气后 小伙彻底崩溃 蹲在地上开始嚎啕大哭起来 一边哭还一边喊着妈妈 然而随着小伙的哭声 身后竟然直接走来一个小姐姐 询问小伙发生了什么事 小伙一转头才发现 原来这个电梯是个双开门 自己又哭又闹 全是对着电梯的墙壁 这下小伙当场射死了 要不是有监控记录 打死我也不信 卡车大哥被一辆小汽车拦住了路 下车用手丈量后 发现流出的路太窄 车子没法通过 于是大哥走到小汽车面前 想请车主把车开开让自己过去 却发现车里压根没人 这可把大哥急坏了 只见大哥左右乱转 突然发现路边有一块木板 于是大哥灵机一动 捡起木板放在了车子的后轮下 随着大哥一阵发力 车子竟然被他抬了起来 大哥用左边肩膀抵住车子 右手拿起木板往前推 将车尾推出去十几公分 随后大哥又来到车身中间 双手撑着车身硬生生往前底 几番努力之下 又将车身推出去了十几公分 由于大哥推车过于用力 身上的裤子都掉了下来 露出里面的本命连 不过大哥并没有在一起 他随手从旁边的草丛里 扯出一根藤腕 用藤腕当成裤腰带寄紧的裤子 又开始了他的战斗 随着大哥使出一阵阵洪荒之力 车子再次被推出去几十公分 看到车子的缝隙 已经足够卡车通过 大哥这才心满意足地上车开了过去 本以为事情已经到此结束 然而离谱的事才刚刚开始 十几分钟后大哥开到了目的地 将车子侧方位停在了路边 他的同事看他来了也下了车 两人对视一眼后 竟然抬起了卡车的车厢 将卡车抬进了路边的停车位里 这时刚好路过一个摩托司机 看到这场景都惊呆了 看来卡车司机也不好当 不如到五八同城上换个新工作 不得不说这两大哥技术可能不太好 但力气是真的大呀 眼前这个医学生不会写作业 竟然冒充病人跑到网上在线问诊 一开始医生还认真回答问题 可问着问着医生发现 小哥生的病五花八门 于是以平台规定为由拒绝了回答 小哥灵机一动 轻飘飘地问了一句 你是不是不会啊 果然医生被激将法破防 马上给出了小哥想要的答案 一旁的室友看到这一招这么好使 于是急忙把席题上的两张照片发了过去 问医生这是得了什么病 医生刚回答完 室友又迫不及地问他怎么分析出来的 医生只好详细地给出了自己的判断过程 看到医生果然有点东西 小哥和室友也不装了 直接将整套试卷拍成照片发了过去 一开始医生想着做几道题 应付一下小哥就算了 没想到小哥对着医生又是夸赞又是崇拜 一翻马屁下来 医生竟然被哄着在网上做了一整天练习题 这下班上的同学也做不住 纷纷跑到网上就诊 当医生看到一个个和教科书一模一样的病时 生气地甩了一句 回去问你老师 没想到细经上升的学生立马表示 再不告诉我 我就真的要病死了 医生健壮也无语了 当场笑出了声 原来昨天得了几十种病的患者 是你们这群小崽子啊 要不是有监控记录 我是万万不敢相信 修车店员工卧龙正刷着手机 突然看到一辆修理车在溜车 于是慌忙伸手拦住了车子 卧龙心想车子可能出问题了 就从车子的右侧绕到车尾 想对车子做个检查 而这时在后面推车的同事凤住 也疑惑地停车左侧绕到前面 想看看车子是不是被石头卡住了 由于车的高度比人高 两个人谁也没发现谁 完美避开了碰面 卧龙见车子没问题 转头准备离开 没想到在转身的一瞬间 又看到车子莫名其妙地动了起来 静夜的他赶紧跑回来 再次伸出正义的双手抵住车 生怕车子一动分好 随后卧龙又从车子的左侧绕到车尾 想看看车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而凤厨也一脸猛地从车子右侧绕到车头 仔细检查了前轮轮胎 由于都是一个失速骄的破不了招 于是两人再次完美地卡了一波视野 谁也没发现谁 办公室的老板看到这一幕都无语了 心想要不要吵了这两个大聪明 到招公快的五八同城上再招两个 回到车尾的凤厨继续推车 卧龙眼疾手快拦了上去 两人一个推一个底 又开始了力气上的角逐 凤厨CPU都快烧了 关下腰仔细地检查了车子底部 可依旧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直到两人回到起点开始第四次的交调 终于一起从车子的左侧走过去 发现了对方的存在 只能说这两兄弟的智商可能不高 但力气和毅力还是有的 眼前这个大妈只是随手做的青铜器 竟然被二道贩子收购 转手卖了十万块钱 就连博物馆的专家看到青铜器后 也直言这个青铜器肯定是真的 之后大妈出手的青铜器越来越多 曾经一气难求的马踏飞燕 月王剑等国宝及青铜器纺制品 在市场上大量流通 直接把价值千斤的青铜器 干成了暗金批法 这下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坐不住 马上带着一大队人马来到大妈的小作坊 没想到一推开门 工作人员瞬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只见好几个大妈穿着围裙 正在简陋的院子里制作青铜器 有的在制作模具 有的在交住铜业 而售卖青铜器的大妈正在修整打磨铜器 工作人员随手捡起几个做好的器具 发现青铜器的颜色纹理重要 都和老祖宗时代的一幕一样 甚至青铜器的袖色和敲击声音都如出一辙 作坊老板看到这么多人吓了一条 还以为大妈犯了什么事 想着辞了大妈到招工快的五八同城上再招两个 没想到工作人员拿出一个清单 上面列举了几十种青铜器的名字 要求大妈帮忙修补 老板把清单交给大妈 大妈随手接过票了一眼后 直接告诉工作人员下午送过来 三个月就能搞定 要不是有录像 打死我也不信 眼前的大哥说他钢化膜裂了 让老板帮他换一张 老板看了手机后发现没贴钢化膜 就说是屏幕坏了 让大哥换个屏幕 可大哥不信 说一定是钢化膜坏了 去年贴膜的时候自己就在旁边 于是自顾自地开始用钥匙扣起了屏幕找膜 这可把老板无语报 劝大哥说你没有贴膜 再扣下去手机屏幕就坏了 大哥完全不听 一边扣一边说一定有膜 扣着扣着发现钥匙这个工具好像没太行 又向老板借了一把小道 有了衬手的工具 大哥扣得更加细致 不愉快就把右下角扣出了一个洞来 可大哥依旧没有找到钢化膜 手机还时不时地闪烁了起来 这时大哥也开始迟疑了 怀疑自己是不是记错了 老板说别扣了 再扣下去手机都要报废了 做这些会我来给你修屏幕吧 可大哥刚坐下 聪明的智商又占领高地 又拿起了手机往死里扣膜 在大哥的坚持不屑下 扣膜大业终于取得了一丝记者 手机的右下角掀起了一小块 大哥非常得意地说 我就说有膜吧 钢化膜可以拔下来 没有膜就拔不下来 说着便把一整块钢化膜扯掉了 结果下一秒 手机直接摆平了 大哥摇了摇手机 疑惑地说道 要不是有监控记录 我是万万不敢相信 眼前的大妈来超市买东西 一眼就被帅气的超市老板给迷住 大妈心里小路乱撞 于是鼓起勇气对老板说 老板听后一脸猛 以为大妈在和别人说话 看了一圈没有其他人之后 就疑惑地问大妈怎么了 大妈再次说道 面对大妈的土味情话 老板丝毫不为所动 冷冷地说了一句 大妈见情话攻势失败 又开始了第二招 只见她不停地抖动地幽怒 让自己显得更加青春活力 又将左手缓缓插在腰间 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的身材曲线 面对这样一个人间游误 超市老板却视若无睹 还直接下达了逐客令 此时大妈开始感到有些委屈 默默地走到超市里 拿了一瓶矿泉水 当大妈拿钱结账等待找赢的时候 脑袋瓜一转又耍起了小信子 只见她优雅地将手伸过去 示意老板将钱放在她的手心 可老板并没有理解大妈的心意 火速把钱找给大妈后 又拿起手机玩了起来 见老板又不理自己了 大妈扭扭捏捏地到里面 拿出一瓶饮料 对老板说 听见大妈的要求 老板迅速起身拿起抹布擦了起来 看着认真工作的老板 大妈被迷得神魂颠倒 于是再次发起攻势 此时的老板已经心里崩溃了 要不是顾客是上帝 估计老板都能直接关店 到五八同城上换份新工作了 见老板不接话 大妈决定坦白自己的心 无奈的是 老板仿佛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 无论大妈怎么表白 始终没有任何回应 要不是有监控记录 我是万万不敢相信 眼前这个大哥准备把三轮车倒出车位 可出路却被一辆黑色轿车堵住了 大哥试图从车中间的缝隙倒出去 尝试几次后却发现 无论从左边还是右边都没办法出去 黑色轿车留下的出口太窄了 他来是故意整三轮车大哥 不得已大哥只能下车 开始用手丈量出口的间距 然而丈量过后还是发现间距完全不够 于是大哥来到车子的挡风玻璃前查看 只见车主也没有留个联系方式 完全不给大哥认错的机会 大哥急了直脑头 之后调转了三轮车方向再次尝试 可是无论怎么尝试 都只能过去车头 车厢并没有办法过去 一筹莫展之际 大哥再次来到汽车旁 左右看了看确定没有其他人之后 竟然搓了搓双手 开始跃跃欲试起来 只见大哥朝手上吐了一口唾沫 然后往裤子上一擦 然后当场扎起马步 徒手把汽车抬了起来 随着大哥一阵发力 车子慢慢地往前挪动了几一米 大哥又一鼓作气再次发力 静硬生生地将车子抬出了十几公分的距离 随后大哥潇洒地回到三轮车上 淡定地开着三轮车开了出去 看得出来大哥的素质虽然不高 但力气真的很大 感谢观看